眼前这个赛文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 拿起钢筋 对着地上奄奄一息的初代疯狂的敲打 你把地里丝毫不在乎有多脏 只想置初代于死地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赛文为什么会如此疯狂的殴打初代 接下来就跟着云云杰一起来看看 这一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一开始艾斯奥特曼就被赛文打倒在地 然后赛文用脚狠狠地踩踏艾斯奥特曼的手臂 此时艾斯奥特曼发出痛苦哀嚎声 紧接着赛文又一脚踩在肚子上 就这样艾斯奥特曼倒下了 看着眼前倒下的艾斯 赛文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这笑声让人背后发凉 得知消息的初代闻声赶来 看着奄奄一息的艾斯 初代连忙上去沉扶着他 而赛文奥特曼也纵身一夜来到了他们跟前 他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初代和艾斯 眼里死后没有任何歉意 而初代看到赛文后放下了艾斯 连忙问他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把艾斯打得这么惨的 还没等初代反应过来 赛文一拳就打了过去 此时的初代还一脸懵逼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赛文有一次诡异地笑了起来 这时才告诉初代他不是赛文 他是妄想赛文 于是接下来凉欧就来了一场残酷的战斗 想说 贼ivat 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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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丝毫不在意地上有多脏 初代以心只想为艾斯报仇 而妄想赛文以心只想打倒初代 没想到这个妄想赛文还是挺厉害的 打得初代毫无还手之力 打着打着两人就打到泥巴地里 我想说你们两人不嫌脏吗 在泥巴地里打架 浑身都沾满了泥巴 在一番肉搏过后 初代奥特曼被妄想赛文打倒在地 妄想赛文看了看眼前的钢筋 拿起钢筋 对着地上的初代疯狂的抽打 这画面简直不要太残忍 在经历了一番毒打后 初代奥特曼也拿起了钢筋开始反击 我好歹也是一名奥特战士 岂能让你折磨勾达 随后初代摆了摆姿势开始爆发了 几个回合下来妄想赛文就被打击眼了 只见妄想赛文发狂的向初代重去 初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反击 就将妄想赛文打倒了 而这个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完了 最后一妄想赛文被制服而结束 小伙伴看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有没有心情很复杂呢 其实这个系列是远古公司警匪不足 拍摄了一组几乎没有特效的奥特格斗短片 全场都是皮套演员真实的打斗场景 至于为什么要在泥巴店里拍摄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泥巴店里软牙 皮套演员不容易摔伤 不过这种方式有些让人接受不了 毕竟我们都是爱干净的小朋友 你们说是不是呢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的话 不妨帮于韵姐来补点赞 关注加转发呀 感谢屏幕前可爱的你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